哈囉大家好,我是王胖 Google剛剛正式公開了他們的中階新機 Pixel 4a Pixel 4a的機身採用的是一體成型的聚碳酸質材質 搭配正面的康寧大金星第三代玻璃 規格配備的是5.81吋的19.5比9螢幕 解析度是4HD+,支援HDR顯示 處理器的部分則是高通的Snapdragon 730 內建6GB的LPDDR4X記憶體 以及128GB的儲存空間 電池容量是3400mAh 支援USB PD 2.0 18W快速充電 相機的部分 前鏡頭是800萬畫素的F2.0規格 主鏡頭則是目前相對稀有的單鏡頭設計 不過規格並不差 支援1220萬畫素的F1.7光圈 以及Duo Pixel對焦 同時具備OIS加EIS反手震 主相機的部分還支援到了4K30幀錄影 攝影功能方面 除了可以使用夜視功能 還有絕佳鏡頭、肖像模式 以及HDR Plus可以使用 其他方面 Pixel 4a內建的雙麥克風 雙立體聲揚聲器 還有3.5耳機孔 不過畢竟是相對入門的機種 所以在網路的部分 並沒有支援到5G以及Wi-Fi 6 在售價方面 Pixel 4a的台灣定價是11990元 目前已經可以在官網進行預購 那也確定會在台灣大哥大上市 顏色方面目前官網只有純粹黑一種選擇 專屬的保護殼則有三種款式 售價是1390元 那不知道大家覺得這款Pixel 4a如何呢? 我個人是覺得雖然它的規格普普通通 不過處理器跟RAM至少也有中介以上的等級 搭配上Google的調校 整體的使用體驗應該還是會不錯 單鏡頭的部分在一般拍攝我覺得應該是OK的 當然如果你要拍超廣角或是潤印 就會比較瘦線一點 那至於5G跟Wi-Fi 6的部分 對應它的產品定位來講 我個人是還可以接受 那這款手機之後我們也會開箱 大家如果有什麼想知道的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講 好啦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歡迎幫忙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是PonPon我下次見 掰掰